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三十多岁以后呢 就常常会觉得 这个用久了以后腰痠背痛 还有眼睛痛 我觉得这些问题呢 都来自于 这个 对不起 图形操作界面 图形操作界面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手要很小心地抓着这个滑鼠 而且你抓着滑鼠的时候 通常啊 通常都 那个手都拿得太远 所以你举着这个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滑鼠的指标 指标常常不够大 当然我现在在荧幕上 放了一个特大号的指标 那不管指标够不够大 你都有一个问题 你要把它指的一个 很小的东西的时候 你需要很专心地 看着荧幕 特别是我刚刚前面讲的 如果你的荧幕 不是那种比较 品质好的荧幕 它的有interlase 或者它的扫描频率过慢了 就那个荧幕的本身 就不够稳定的时候 这是真的是 潜移默化当中 就在伤害你的眼睛 伤害你的手 还伤害这个手指头 你会发现你下次 用滑鼠的时候 仔细地感觉一下 你的食指是不是 一直很紧张地 翘在这里 然后等着要按下去 这些其实日子 就是年纪大一点以后 这可能都是问题 如果长期的工作 这也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图形操作界面 固然是很方便 但是呢 这一点我倒是 蛮喜欢微软的 它比麦金塔 就多了很多 所谓的Hotkey Hotkey呢 就是热键 意思就是说 有许多的常用的 特别是常用的 一些用滑鼠 拉着选单 去选择的那些功能呢 都可以用键盘的热键来解决 而这些热键都是 配合着我们前面说 那个键盘上面的修正键 Modify Key来使用的 譬如说啦 或者是功能键 譬如说现在这个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浏览器视窗 我如果要把它最大化的话 我可以来这边打开 检视的这个选单 然后在这里呢 选择这个全萤幕 那我点下去以后呢 就是全萤幕了 但是刚才 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在那个全萤幕的旁边 打一个括号写F11 那就代表说 F11这个功能键呢 是一个热键 而且这又回到 刚刚前面说的 这个热键是Toggle 当它不是全萤幕的时候 你按一下F11 它变全萤幕 当它是全萤幕的时候 你再按一下F11呢 它就回到原先的样子 那如果我再按一下F11呢 它又变成了全萤幕 像这样的事情 就叫做Hardkey 那Hardkey 有一些习惯的Hardkey 会各个这个应用软体 都选择同样的Hardkey 但是其实Hardkey 是由视窗里面的 那个软体决定的 不是由视窗系统决定的 所以在不同的软体里面 热键会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是要说 常常有一些常用的是一样 比如说储存档案 不过现在我在浏览一个网页 所以并不适合用储存档案 这件事 好 还有像这个底下的开始 那么微软在键盘上面 多加了一个按键 就是视窗键 这个视窗键按一下呢 就可以把这个 开始的这个抽屉 这个选单可以打开来 而我常常讲 这就是抽屉 你就是可以把抽屉打开来 然后呢 你可以用滑鼠去选一个东西 你也可以按这个键盘上面 上下左右的上键 或者是下键 好 来选东西 到了这边你可以按右键 打开这个次选单 这些事情其实很可能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人 你们比较习惯用滑鼠的人 你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希望提醒大家呢 以后你再学习使用这个 一个新的图形操作界面的视窗软体的时候 不妨看一看 它有哪些热键 这些热键通常都是用 都是设计给这个经常使用的功能 这样子我相信一方面其实也比较快 你按一个热键比你拿滑鼠去找东西快 当然你有一点点负担 就是你脑筋要多背一点点东西 但我想这对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问题 你可以 只要你是常用的 你用这些 你记得这些热键呢 不是问题 好 所以热键呢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手上面 跟眼睛上面 要使用这个软体的一些负担 那此外呢 我们也希望在这边放了一个教材呢 希望大家注意啊 长期使用电脑的人要注意 你的环境是不是够好的 照明啦 整个桌面啦 椅子的高度啦 然后你的手摆的位置啦 这一些东西 其实长期来说 都是蛮重要的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你今天在大学一年级 学了这个计算机概论 你现在就 基本上养成一个好习惯 我想这会延长 你在电脑前面工作的 这个时间呢 延长很多年的时间